啊 啊 фот 先快點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瑞頭 今天我們來把使籃茲走魔龍路的實戰解說 那平常史兰兹的话大家很喜欢用去打野吗 其实我也是 那如果大家是拿去打野的话 而且也想要玩这个暴击流的话 就可以把电刀换成打野弓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把打得非常的久 所以我都会做一个简洁 让好看的部分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线上打的是勇 只要我们有机会的话 那标中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去做消选 这边标中了以后 提米接一个瞬移 晕住了他也成功拿掉 对方涌灯头 那这边把兵线再清一下 新的一波又出来 新的一波又出来 我们先把这一波兵线清掉 那如果呢 清掉这波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因为野区也没有野怪 要你吃魔龙这边 我们打野才刚刚死掉了 所以魔龙那边也没办法争夺 这边我们再看一下 再一个标 再中了勇的话 直接跳下去一个大招 把勇的人头给收掉 我们再把这个兵线给断一断 然后呢 直接就可以跳走了 因为 如空也过来了 我们接下来要保护一下提米 如果对方想再要打的话 我们是奉陪的 我们两个人是打得赢 对方的两个人闪电霄过来了 超原一个推 推掉我以后 我接一个瞬移 直接逃离这个现场 那对方这一波进攻也没有办法拿到东西 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勇又在收银线 我这边又可以再翻一个标 标中了 提米还是一个瞬移 接下一技能晕 直接给莫拉给刷死掉 我这边一个跳前上去 以免没有办法收掉勇的人头 可是也收掉了 我就直接跑过来 很安全的跑回来 勇死掉的话 我们又有一波推进的机会 那看到对方四个人在中路 我们一定不可以放弃这一个机会 一直推 一直推 先拿一个补血包 但是对方的叉人非常残血过来 很可惜 悟空也过来了 直接看到人 加了一个瞬移 但是勇这一剑还是非常非常的准 我也没有办法去逃离了 如果我继续走下去的话 应该也不能逃离 刚刚悟空的追击 又打起来的话 再一个标 标中了悟空 一个普攻 一个普攻 再一个普攻 莫拉萨死掉了 普攻 然后我们提米也用大招 回复过来 这边一个标 没有标中 但是提米运中了 补上了一个普攻 收掉了人头 对方闪电侠 撞的还是非常的好 他会过来吗 他会过来 直接先一个标 然后直接跳走 提米也想要打的话 没有太多的办法 但是我们的莫拉也过来了 直接再一个普攻 收掉对方的闪电侠 这一个一换一的话 还是赚的 毕竟我们只是用了一个辅助 去换掉对方的闪电侠 那再来到 现在已经9分钟了 看到只是一个10比8 把这个补包给拿一下 塔也可以推掉了 超人过来了 一个标 没有标中 他的二戒人已经过来 我一个瞬移 瞬进草 一个撞 撞开 避开他的撞 但是又是悟空 如果悟空没有过来的话 我跟提米说不定可以 秀一下对方的超人 一个标 再标中超人 那看到一个残水的悟空 你刚刚杀了我那么多次 但是闪电侠又过来了 一个大招 把我给击射掉 那这边可以说是进攻 还有 沿途树 堕落的非常的快呀 我们已经来到了 一个4上次的战绩 又看到一个超人 又看到一个闪电侠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 闪电侠 超人 还有悟空 一直被他们三个人 一直搞 一直搞 一直搞死 对方在下路 进行了一个开战 我们把中路的一塔给拿掉 二塔也可以成功的拿掉 在拿掉二塔以后呢 对方已经有防范 已经要过来守这个兵线了 那我们这边也没有打起来 只是把对方的勇给杀掉 回头来一下野区的经济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把重点放在上路了 因为凯撒 这个时候掉的话 随便 不管是你是哪一边 我们拿到也好 对方拿到也好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把中路线给拿掉以后呢 下路 闪电侠击杀了我们的 提米 这边是没有办法打的 我们下路只有两个队分 有三个 拉茲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 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血量看到 我们的暴击装备 已经差最后一届吃血弓 看到闪电侠 哇 闪电侠队友好像很高 哇 这个悟空更高 这边我紧张了 一个一技能运动以后呢 瞬移也交了出去 这个瞬移的方向有点歪 我们的暴击装备也出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可以进行操作一波 然后呢把这场比赛拿下 那看一下对方是暂时是没有在拿这个凯撒 我们回头来拿一个野区 可是我们的莫拉想要自己来偷的话呢 一下就被敌方给发现了 直接我们的莫拉死掉 这一个飙飙出去差一点点就可以抢到 看到爱里直接开启我们的大招 一直走位一直普攻 他想要过来瞄我 用一个大招晕魔 他的大招也没有办法出来 一个跳又看到悟空 再一个普攻再一个普攻 提米最后把我晕了一下 这个提米的话 这一波就非常的关键 我就在一下下就要死掉了 看到对方死了两个人 勇也过来守塔了 我这边只好回家一波 再不回家真的是 因为勇随便一戒 随便一个普攻也可以把我收掉 虽然说现在对方是拿了凯撒 但是对方已经死掉了两个人 那如果现在打起来的话 我们只要人集在一起 5个打3个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 看到闪电侠 闪电侠的一技呢距离还是非常的远 超人跑速也是非常的快 两个我也并没有办法追得到 不过呢 悟空刚刚复活过来 又要来打一波架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提米会复活 我最后一个吸血弓也要出了 那这个吸血弓呢 有一个暴击 还有一个非常高额的伤害 但是你要主动开 那所以我刚刚也开了 然后我血量子又满了 我前面只有一个闪电刀的一个吸血效果 所以是不太足够的 看到勇哦 我们中了一波 开了个大招 打了直接秒杀他 那对方的闪电侠过来 我直接走位 利用走位躲开 然后再加一个瞬移上去 直接一个杀两个双杀 把对方的闪电下 还有有主要的两个输出 也给击杀掉以后呢 我要回去拿一下buff 其实拿buff是其次 我要野怪来让我吸血 这个才是重点哦 满装的时候 钱太多 可以出一个富豪甲 把鞋子给卖掉 然后呢 电刀就可以换成龙骨剑了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钱 把电刀换成龙骨剑了 先把对方超原击杀掉 他也拿掉以后呢 我们可以再进攻一波 那但是呢 兵线还是没有哦 我们就等着这一个兵线 要进去了 我们队友要集合一下呀 先把兵线给清一下 对方的眼睛差不多复合了 再一个标 标准了以后 我增加跑速直接开大招 走进去 杀掉对方的勇以后呢 再用二技能跳出来 那我们的提米也被他打得非常的伤 直接开掉了大招 可是还是赚的 毕竟 一个招 换对方的人命 肯定是赚了 把中路 主把塔给拿一下 就差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状态因为扛塔扛了非常的多 对方的红爆复怪也过来了 直接开了一个 吸血弓 把血量直接就回满了 回满以后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吸血弓 在会战时后 并不可以开 因为还有40多秒吸力 那但是呢 我们保充这一个 哎 看到一个爱里 直接一个标 没有办法 那他的大招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浪费了 他W 直接一个闪动位逃离 他刚刚是想瞄我 但是没想到我的队友拿的那么快 我先往后推一波 拉开一下距离 最后一个普攻 守掉对方的爱里 对方的悟空也出来了 再一个普攻 再一个普攻 再一个 哎 我们的拉兹 给拿掉对方的悟空人头 然后我这边 再一个大招 不够 守掉对方的差异 然后再一个瞬移上去 我们的拉兹 还是拿掉对方的 勇人头 我这个复化甲还没有掉 那对方再死掉 4个人的话 这边就可以移波了 再开一下这个吸血弓 移一下我们的血量 再来打这个主板 14 4 7的战机 暴击流的话 他的装备成型比较慢一点 但是重新出来以后呢 就非常的强力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呢 追踪一下 14 4 7的战机 13.0的LMP值 那34的输出 18的承诺伤害 如果大家想要追踪我 进化的话 追踪我 Facebook还要记得 如果想要直播的话 可以去诺诺 看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 3 5 3 5 6 5 ьте 5 6 15 7 1 7